走在中国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湖 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和内流湖 其实原来中国最大的湖是东北的新凯湖 可惜一百多年前被俄罗斯抢去了一大半 成了中国和俄国的借湖 那么什么叫内流湖呢? 内流湖就是内陆湖 湖水与海洋隔绝 没有出水口 仅靠天然降水 流域的河流和地下水作为来源 比如青海湖、纳木错湖等 外流湖都是有河流与海洋相连通的 比如波阳湖、洞庭湖等 因为河流能把盐分带进海洋里 外流湖基本上是淡水湖 而内流湖则不同 如果气候干旱 蒸发大于补充 水体所含矿物质和盐分就会沉淀 而变成咸水湖 所谓咸水湖就是含盐量超过1%的湖泊 青海湖含盐量1.25% 海洋的含盐量是3.5% 世界上死海的盐度最高 表面海水的盐度为25% 深水的盐度高达28% 所以没有正常生物能够生长 所以称为死海 流入青海湖的河流有40多条 大多在西北方 东南岸仅有两条 所以出现沙化 喜马拉登沙漠就是一个例子 同时还形成两个小湖 嘎海和尔海 湖中有个岛叫湖心岛 还有个鸟岛是中国最大鸟类保护区 在历史上 青海湖并不是最大的湖 新疆的罗布泊和青海的查尔汗盐湖都曾比它大 然而由于干旱和高温蒸发 罗布泊已于1962年完全干枯 成为戈壁滩的一部分 查尔汗湖也近乎于干枯 表面结成厚厚的岩盖 看不到水面 已经不能称之为湖了 青藏铁路和公路都从湖心穿过 路基就建在岩盖上面 过去的青海湖也比现在的大得多 在北魏时期 湖岸县长达500多公里 后来逐渐萎缩 现在湖岸县大概有300多公里 1974年 青海湖的面积是4477平方公里 2005年 则缩小到4237平方公里 然而从2005年以来 湖面年年都有所扩增 到2016年我去到湖边时 青海湖的面积已经增大到 4451平方公里 几乎赶上了1974年的水面 但愿这种增长能够持续 否则毕波荡漾的青海湖 将与罗布泊和查尔汗湖一样 成为青藏高原上 一片荒芜的岩碱滩 青海湖属于构造湖 或称为构造断线湖 也就是因为地壳的运动 造成低洼的湖盆 然后储蓄水形成湖泊 青海湖 大约形成于100多万年前 最初只是个淡水湖 因为它与黄河相连通 是个外流湖泊 但在13万年前 新构造运动 使周围山地隆起 使得从青海湖 注入黄河的倒躺河 堵塞而倒流 于是青海湖 变成内流湖和咸水湖 湖的四周有四座高山 北面是大通山 东面是日月山 南面是青海南山 西面是橡皮山 海拔都在3600米 至5000米之间 青海湖虽然是咸水湖 但盐度仅1.25% 不算太高 属于微咸水湖 因此青海湖里的鱼类很多 有种黄鱼 耐咸碱和高寒 是青海湖的珍贵特产 属于中国五大名鱼之一 中午在湖边饭店就餐的时候 发现菜单上就有红烧黄鱼 价格不菲 青海湖里不仅有鱼 据说还有海怪 这个海怪 在环湖土著牧民中流传了几百年 清朝乾隆初年所编修的西宁府新智中 曾有记载 清海珠目蒙古 见海中有物 牛身抱手 白质黑文 毛杂赤绿 月浪腾波 素如金雀 近暗见人 近潜入水中 不知其为何寿也 水怪的出现地点 就是在海心山与湖的东岸之间 曾目击湖中怪物的人 大概有数十人 据称其特征是 形体较大 颜色呈黑黄色 清海湖并不深 最深处仅仅32米 但是科学考察至今 仍没有发现水怪存在的 确凿证据 可能也就是人云亦云而已 当地人还传说 清海湖是王母娘娘的摇池 西王母的宫殿在昆仑山 但是每年农历六月六 西王母会在这里设盘桃盛会 宴请各路神仙 清海湖的二郎剑景区 里面就设有王母娘娘的雕像 屹立在清海湖边 共游客瞻仰 清海湖的二郎剑景区 位于清海湖的南侧 也是清海湖的主要景区 这一片景区是将清海湖南侧的一块地区 圈起来建设而成 里面建有购物中心 餐厅 宾馆等 全都是别居特色的藏式建筑 建筑周围还有藏传佛教的经番 雕塑等造型 另外还设置了快艇 沙地摩托 赛马场等娱乐项目 供游客娱乐游玩 景区主要分为两个区域 一为马路旁边的一大片广场和街道 众多的建筑和游船的码头也都在这里 另外是一个深入湖内十几公里的 一条窄窄的尖形半岛 形状就像是一把剑 这也就是二郎建景区名称的由来 离开青海湖 我再次眺望它的遗忘无际 它的浩渺 不愧于中国第一大湖的称号 路边美丽的隔桑花 不惧寒冷 在十月里 仍在怒放着 我是红阳 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订阅 我在喜马拉雅 其他专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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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